早上六點多江信保全來上班 在路旁車鎮中移出一個位子 要停自己的機車 但身旁是住在對面的住戶 葉先生跑出來罵 怎麼又是你亂移動我家的機車 以為只是口角 但就在巷口轉角 出現了葉南父子兩人包圍江信保全 手上還拿著木棍 爸爸拿木棍 兒子徒手扭打 保全被壓在地上一度無法掙脫 巷口裡頭有劃設停車隔著社區保全 還有附近住戶就為了停車移車問題 雙方爆發口叫 這個放在那格子裡面 他就移出來 移出來我再給他移回去 他就好像要打架一樣 巷口劃紅線一旁有白線停車隔 不是私人地 被打的保全說 只是把側停的機車立起來 騰出空間 住戶卻動手動腳 住在對面 他認為說他們有固定的行車隔 那個是垮定的跨了停車位 都不理解就撤停 我停因為有空氣 我把它立了兩三台 結果就可以了 他兒子就從樓上衝下來 被打的江青保全 錢幣挫傷血腫 因此對父子兩人提告傷害 經過兩度調解 父子兩人包了紅包製薦 被打的保全撤告 雙方和解收場 像是這樣路旁畫設白線 誰都能停 原則是先來先停 但絕對不能長期佔用 民眾為了擠出停車空間 一旦移動了其他車輛 造成毀損 就得面臨賠償責任